大家好,我是拼头哥姐说 今天我们来介绍两个Gethop上开源免费的项目 第一个就是这几年最火的机器配音软件 它的名称叫微软语音合成工具 是Gethop上一位国内程序员开发的 地址就是这个了 如果你到时打不开这个地址 我也会把软件放在视频下方简介栏 首先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 这里提供了MacOS和Windows两种版本 我这里选择Windows版本的 下载好之后解压出来 这个就是它的主程序 双击打开 安装选默认即可 现在我们来运行它 这个就是它的主界面 左边是文本和设置等其他的选项 右边就是机器人配音的选项 整个界面比较简洁 小白都能看得懂 我先复制一段画进来 随便选一个试试效果 它每个人都有风格可以选 还有语速和音调 最右下角就是开始转换按钮 大家好 我是平头哥姐说 今天我来分享超级精简版 Windows11系统 还可以啊 换一个试试 芸汐网络上最火的一个机器配音 大家好 我是平头哥姐说 今天我来分享超级精简版 Windows11系统 理论上 2G内存 加上64G硬盘 就能流畅运行 甚至你可以选一个女的 然后角色扮演这里 可以改变男生声音 大家好 我是平头哥姐说 今天我来分享超级精简版 Windows11系统 换个年轻的成年女性看看 大家好 我是平头哥姐说 今天我来分享超级精简版 Windows11系统 注意右上角这里 可以在Edge和微软TTS之间切换 如果你嫌打字太慢 可以选择批量生产 下面这里有一个选择文件 目前只支持Text格式的文件 总之这个软件使用下来 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配音软件都收费了 而这个软件是开源免费的 用的都是微软语音接口 没什么区别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好用的东西 它就是这个直播源 什么是直播源呢 也就是你可以在播放器里 直接播放全国电视台 甚至全球都可以 这里有三个直播源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国内直联 你不需要任何魔法 就可以观看全球电视台 是不是特别牛 也是完全免费 我们先下载一个下来试试 这个就是下载好的直播源文件 现在打开播放器 点击最下方的添加按钮 再选择这个添加文件 直接将刚刚下载好的直播源选进来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台 基本包含了国内所有 我们先试试速度怎么样 我现在是在县阳市庆城县 同川镇的惠家庙村 现在是早上不到八点钟的时间 从切换到播放 大概花了十秒钟左右 播放的过程中没有卡顿 我觉得非常不错了 毕竟现在你买个电视 可能开机都有一大堆广告等着你 刚刚下载的是国内直播源 我们现在试试国外的直播源 下载好还是点添加 然后添加文件 现在往下拉 可以看到国外很多电视台了 来播放试试 播放国外的比国内的时间长一点点 在播放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缓冲 可以理解 毕竟这是直连 现在我们再来试试广播电台 可以看到加了很多的广播电台 连台湾什么都有 速度还是可以的 还有澳门的 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两个开源免费软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分享 点赞和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